看看新闻网 和亲切 晚份时间华仔依然步履匆匆地 赶着和崔永元准备上台前的工作 一路紧随崔永元 华仔显得谦和又礼貌 对在场的工作人员也是分外的贴心 不仅如此 对于现场布置的小问题 他也热心地指正 一直到自己似乎打扰到别人了 华仔又立马与工作人员握了握手 表示他的歉意 看到这里小编不禁感叹 成为长青树绝对是有道理的 今年过节怎么过的观点 没有 早上过来 早上过来 我六点半就去说是啥 你赶了一天的困告吗 赶了一天的困告 这不饿了一天了 裤子皮带就有点松了下来 回去会吃碗药香吗 赶不及啊 来不及啊 我还有一个 要说一直以来 刘德华都被媒体粉丝称为天王 如今要塑造一个沧桑的农村附近 和生活当中反差如此巨大的角色 他能够演得像吗 先来看看下面这一段 这场戏为了追求真实的效果 花菜毫不犹豫让群众演员加大力度很臭 脸都红了有没有啊 我们拍第一次打的时候 他们他都是拍很远的那个远镜 然后他的拼命打 可是这些都白打了 静静才是最重要的不是吗 我们其实拍了三次 就是一次我们看了 然后第二天不行又拍 然后到最后我觉得还是不行 还是我脸就红又皱了一块 对于形象问题早已跑去脑后 可以说如今的刘德华更解体气了 听一听他们这部影片的主题曲 填的歌词 朴素的情感尤为真挚 我们都希望我们这部电影 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暖的一部电影 对 然后也是怎么样让那些 失去家庭的人怎么样陪下 所以我们就写了这首 是的 进行回味生活体验人间沧桑 这部影片想要表达的影片内容同样沉重 拐卖儿童的社会问题 看着刘德华脸上满是疲惫 一路上骑着摩托车 风尘仆仆的前行 感觉也是一路狂奔地离开了偶像的神台 也难怪如今作为一个超级奶爸 华仔当人更懂得家的温暖 父亲的意义 普通人生活当中柴米油盐的问题 华仔当然也会遇到 但是这些都不是事 还记得以前华仔并不愿意 与媒体分享自己的私善 如今谈起家庭就感慨万分 要是我们的流天网也在慢慢地转变嘛 新闻在线综合不到 感谢观看